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三剑课的第二个剑课 叫Seed 这个是我们用的比较少 所以说大家简单学习一下就行了 简单学习一下即可 Seed主要用来干什么的 用来取航和修改替换的 Seed本身其实也能做过滤 也能做筛选数据的动作 但是它过滤动作并不是很好玩 它的功能并不是很好 所以说我们一般还是用grip进行过滤 我打开Xshelf 连接上一下我的虚拟机 好 连接上了 IOS查看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这样 我去创建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演示一下这个Seed过滤 比如说我创建一个SEQ 大家还记得吗 SEQ写个5的话 你回车是不是得到12345 五个数字 并且每一个都是占一行 对吧 那我C的5 Circle5 然后把它干什么呢 输出到一个文件里边 比如说1.tst 然后Cat 1.tst 得到一个这样的文件数据 是不是 然后VI打开一下这个1.tst 然后里面我稍微修改一下数据 我把这个3后边加个A 5后边加个A 4后边加个B 是吧 然后1加个C 都行 然后WQ保存一下 Cat一下1.tst 你回车 得到这样的数据 是不是 那比如说 你看 我现在想查找出 这个 行数据里面含有A的 把那一行给我查找出来 那一行给我查找出来 那这里面就会用到一个什么呢 用到一个写法 这样来写固定的写法 叫C的 然后引号里面写两个鞋缸 然后中间这写你要匹配的内容 比如说3A 然后我要把它打印出来 就一个P P表示打印的意思 后边加个P 这是它C的带的参数 P表示打印的意思 好吧 然后1.tst 一回车 你就可以看到 3A 确实打印了 是不是 但是其他的文件里面 其他所有内容也都打印了一遍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效果 好吧 C的呢 它会就是默认 将所有的这个文件内容 全部打印一遍 然后找到它匹配的那个 匹配的那一行数据 也再打印一遍 OK吧 那这时候呢 我们如果说 只想要我们匹配到的数据 不想要其他的 这个整文的其他的数据 那我就可以加一个-n参数 -n叫使用安静模式 意思就是说 首先来讲 C的会将所有的数据 都列到终端上打印出来 但是加上-n参数之后 只有经过C的特殊处理的那一行 才会被列举出来 什么意思 就是只有它查找到的行 才会被列举出来 好吧 比如说我加一个-n 一汇车 你看是不是打到3a了 我如果说不找3a 我找所有含有a的 然后一汇车 你看3a5a是不是都出来了呀 对吧 它是可以做查找的 可以做查找的 但是呢 它这个查找啊 并不是很方便啊 而且就是 写法上最起码也不 也不是很方便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咱们讲grip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文件 叫cat test.tst 这个里面含有什么啊 这个我们找到的文件内容 是不是 那这样啊 我把它test.tst啊 我再重新的给它一些数据啊 什么数据呢 比如说我们 head-50啊 将etc下的swice 它的50行 直接再给谁呀 test.tst啊 然后我们cat test.tst 这是它当前所有的文件内容 对不对 那么我们比如说 呃 我cat-n 查看一下test.tst总共有多少行啊 总共是有50行 没错 对不对 然后我这样 啊 比如说我想在test当中 查出所有含有TCP的 那些行数据啊 都给它拿出来 我们通过seed来筛选 怎么来筛选呢 啊 就-n加上参数 是吧 然后写上TCP 然后P是打印出来 然后在这一挥车 看所有含有TCP的行 是不是都打印出来了 啊 并且啊 你看seed 虽然说帮我们查出来数据了 但是也没有变红 是不是啊 就是看 看上去显示的效果 其实也并不太好啊 所以说其实用它做搜索呢 我们用的比较少啊 那搜索呢 就可以这样搜 就可以这样搜 没有问题啊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用它来删除一下数据 试试啊 就是它用来修改数据 还是比较方便的 但是用它来查找数据呢 没有grip那么强大啊 比如说我们用它来删除一些 比如说我们把所有 匹配到的TCP的这一行数据 全给它删掉 啊 我就可以怎么删呢 seed 然后还是要匹配去啊 TCP TCP 然后后边的就不跟杠P了 杠P是打印 跟个杠D 啊 跟个D 就是删除的意思 然后test了TST 一回撤 啊 这不 你看这里面所有的数据 还有TCP的 TCP的吗 就没有了 还有TCP的那一行数据 全部被删掉了 好吧 啊 但是这个删呢 并不是删除语言文件 并没有删除语言文件啊 比如说我们cat一下 test的TST 你就发现这里面 还有那些数据呢 啊 所以说刚才这个操作呢 就是告诉你 seed就是告诉你 哎 我们删除完它之后 剩下的文件内容是什么 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下 好吧 那我在这一回车啊 就给我们展示一下 如果我想要一个 删除之后的文件 我就可以干什么呢 把它输出到 比如说2.TST 啊 然后cat 这个比如说-n吧 加上行号 2.TST 一回车 哎 你看剩下36行 删了多少 删了14行吧 总共50行嘛 对吧 OK吗 哎 那就要说 如果说我就想把原文件改掉 啊 我在这seed的时候 我就不输出到其他文件当中了 我就直接把原文件改掉 我就可以加一个什么呢 -i参数 啊 这就是我们上面没有介绍的这些参数啊 在这 有一个-i参数 看到吗 直接修改读取的文件内容 而不是输出到终端 就是直接改原文件内容 那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找到原文件内容当中的TCP的行 全部删掉 然后-i 删除原文件里面的这个PP道的数据 好吧 然后夸 一删 你再什么呀 cat-n 然后test.tst 剩下36行 里面没有TCP的 含有TCP的行数据了 好吧 此时它和什么呀 它和2.tst就一样了吧 cat-n 2.tst 此时就是一样的了 好吧 随着用seed来删除数据呢 还是挺快速的 是不是啊 挺快速的啊 这是它还可以删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把UDP的也删了 把还有UDP的也删了 可以怎么删啊 其实就把这个TCP 然后再改成什么UDP吧 UDP 夸一回车 我们再来看cat-n test.tst 还有多少 还有24行又删除了12行 百分之约 看UDP的你就看不到了 好吧 还可以删除什么呢 比如说以井 以井开头的 或者以什么什么开头的 可以这样来删 这除了写UDP之外 还可以写个什么 尖角幅 井号 井号 意思就是说 把所有行当中的 以井号开头的行 全部给我删掉 我如果加上-i 它就什么 将原文件里边的数据 全删掉了 我不加-i 它就把这个 删除之后的结果数据 打印到了终端上 但是并没有什么呀 去删除原文件 对吧 我就不删除原文件数据了 我就直接给你展示一下 看一看 你看还有吗 就剩一个控行了 就这个控行没有井开头 剩下都是井开头的 是吧 这就是可以删除 以什么什么开头的 这是尖角幅的意思 然后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指定行号来删 指定行号来删 比如说我现在 CAT-N看一下 TAT-TST 还有24行 是吧 比如说我想把 1到10行 1到10行 给它删除了吧 1到10行给它删除 第11行剩下R Include 是吧 我们删一下试试啊 写法 就这 这就写了 这就不再用这个什么双鞋杠了 直接就 1到10 就表示删1到10行 好吧 一回车 你看1到10行删除之后 就是从这开始的嘛 对吧 前面不正好 第11行 就是这嘛 对吧 这是按照行号来删 按照行号来删 然后你看我这边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参数 SID的参数 往上看 你看这个地方 这什么呢 就是它这个用法 SID 然后加上一系列的参数 然后动作 你要干嘛 刚才我们写的什么 P是打印 D是删除 对吧 然后目标文件 这不就是一系列操作吗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就是在这动作的 动作这个地方 可以加什么呢 加指定行号 N1和N2 是吧 N1 中国号外边N1 然后在里边又一个中国号 动作号N2 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N2是可选的 可有可无的 你看刚才我删除的时候 我指定了什么 是不是两个参数 一个 1 一个10 表示1到10行 对不对 那我还可以什么呢 我只删一行 比如我就把第 第几行呢 第第五行删掉吧 把第五行给它删掉 就是 A NA 这一行 那就第五行吧 一会撤 你看 删除之后的数据 还有那个 A NA 那一行嘛 ANA 第五行 对吧 第五行 第五行 没了吧 是不是啊 这一行数据就没有了 好 没问题吧 这儿了 这他俩之间嘛 有一行就没有了 第五行数据 好 然后这是这个动作的意思 这个这几个参数 然后杠A 我也说了 删除原文件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的参数呢 我们刚才指定了一个什么呀 比如说 刚加一个D是删除 然后加个P是打印 对不对 那还有两个三个 这三个 这三个数据 来我们来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们先演示一个替换吧 演示一个替换 我想想啊 演示替换的 咱们还是演示删除呢 不是 还是演示插入数据呢 我们先演示插入数据吧 比如说指定行后面插入一条记录啊 比如说还用我们那个CAT1.TLT吧 这个文件 比如说我就想在3A这个数据后面插入一个比如说HalloJaden行吧 我就可以C的 然后写上什么呢 看这个参数啊 A表示在指定行的后面插入一行 是不是啊 那就是写个什么呢 比如说写个 这是它是第几行啊 它是第三行吧 对吧 3 后边写一个 3A 对3A 然后空格 然后再什么呢 这个3A我这么写啊 你就看不太清楚了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就在第二行吧 第二行 第四行吧 第四行后面插一个数据啊 我直接写3A你又看不出来了啊 那就是4A 看到没有 4A就是在第四行后面插入一条数据啊 4A 然后写个Hallo Jaden行吧 插入这么一个数据啊 你想插入的数据 你就写在它后面就可以了 然后空格分割 好吧 后面它都会当成一个统一的数据啊 整体的数据 然后写个Test的TST 然后在这一回车 不不sorry 不是Test的TST 是1.TST啊 然后一回车 你看这个数据是不是插入到这来了 看到吗 第四行的下面插入一行 没问题吧 那比如说我在想在 但是啊我没有加杠A啊 我没有加杠A 我没有加杠A参数啊 我如果加上杠A参数的话 它会再修改原文件 你没有加杠A 它就不会修改原文件 好吧 比如说我们看它执行完之后啊 我开它一下 1.TST啊 你看有加上那个数据吗 没有吧 原文件里面是没有加上这个数据的 比如说我加个杠A参数啊 那我再开它1.TST 你再看这个数据是不是就加进来了呀 对吧 还是杠A 是修改原文件的意思啊 这是A 这是A的意思 在第几行啊 后面插入一行 还有一个除了个A之外 还有一个A 加个A 比如说在第 呃三行吧 第三行 前面插入一行 插入一行 比如说Hello Jadon 啊 啊啊啊 行吧 然后在这里汇车 啊 在这里汇车 然后我们看一下 Cat 呃 -N 然后1.TST啊 你看 这一行 在第三行的前面是不是插入一行啊 这就是用 这个C的来插入数据 来插入数据 啊 这是A和I 明白了是吧 然后咱们再说下S啊 S S是进行替换的啊 进行替换的 比如说我们这样 还拿这个1.TST来看吧 比如说我想把 我VAT一下吧 我VAT一下这个 呃 1.TST啊 我改一下里边的内容啊 改下什么内容呢 比如说把这个 Hello Jadon给他改一下吧 改成5 老板 来写个大写的字母啊 好 保存一下 开他 1.TST 好 改掉了 是不是啊 那现在我要做替换啊 要做替换 比如说我想把 呃 这个 3A吧 3A 给他替换成 呃 吴老板 好吧 吴老板啊 把3A给他替换成吴老板 那我就可以 啊 C的 然后写法 呃 怎么来写呢 有点类似于那个什么呀 我们 呃 在命令 就是在那个什么呀 讲那个命令 吴老板 再来个小写的 扯行吧 后边这个板是小写的 中间这个 老是大写的啊 好吧啊 然后写上1.TST 然后你在这一挥车 看替换没有 3A是不是替换成他了呀 对吧 哎 但是这没有加-I参数 也是没有改原文件啊 1.TST 没有改原文件吧 啊 然后加上一个-I参数 就把原文件改掉了啊 然后再开它1.TST 你看改掉了没有 改掉了啊 那比如说我现在还想干什么呢 比如说想把 A替换成 把这个A替换成XXX吧 把大写的A 有个大写的A吧 比如说把大写的A替换成XX 行吧 再来个替换 那我可以怎么写呢 这个地方写个A字母吧 是吧 把大写的A 都给我替换成 替换成XXX 这样来写啊 然后我别用-I了 我先不保存原文件啊 一会撤 你看 大写的A是不是替换成XXX的啊 这一行的大写A替换成XX了 这一行的大写的A 是不是也替换成XX了 但是这个A替换了吗 没有 说明这个替换表示的什么 表示是每行的 第一个大写的 就是找到的第一个 每一行数据当中啊 找到的第一个大写的A 都给我替换成XXX 好吧 这是这个的意思啊 那如果说 我想什么呢 全局所有的大写的A 全部给我替换啊 我就可以后边加个什么呢 在最后再加个G 这表示全局的意思 表示全局的意思 好吧 然后在这再一回撤 你再来看 你看这个大写的A 这个A 这个A是不是都替换成XX了 这叫全文替换 好吧 那如果说 我比如说你看 还有小写的A呢 我想把小写的A也替换了 我就可以加个什么 加一个I I叫不区分大小写替换 把所有的大写A 小写A都给我替换的 就回车 你看 大写的A 小写A 是不是全替换了呀 这就是这三个的意思 好吧 S开头 表示要替换 然后写三个警号 这两个警号中间 是你要被替换的内容 然后这里面是你写新的内容 好吧 你要用什么去替换它 然后最后写什么 这叫全局替换 A呢 叫什么 不区分大小写 不区分大小写替换 如果这两个参数都没加 它就是替换什么 每一行数据里面的 第一个A 都会替换掉 第二个A都不替换了 好吧 这是我们用C的做替换 做替换 插入数据替换数据 等等 然后这个C的这种参数 这些参数 我在这也都给大家列了一下 -N 什么呀 叫安静模式 安静模式就是不让C的 把原文当中的所有数据 全打印一下 只是被C的找到的 或者处理的那些数据 打印出来 然后这个-I参数 什么 是不是修改原文件内容 然后这个动作说明 也说了 这是行号也说了 怎么去写 对不对 可以写一个 可以写两个 写两个就是代表 从几到几 写一个就是一行的意思 然后Function 这个动作 动作后边跟着什么 这个值 就后边动作跟着这个值 然后往上看 这个值 动作后边跟着这个小字母 是啥意思 A是指定行后面插入一行 对吧 I是指定行前面插入一行数据 然后D是删除 P是打印 S是替换 对吧 你看S 替换吗 对吧 替换写法是 然后第一个和第二个景中间 写的是老内容 第二个景和第三个景中间写的是要替换的新内容 是吧 然后后边写上文件 然后它呢 替换的后边还有两个小参数 一个全局替换加一个G 是吧 如果想忽略大小写替换 大写的I 行 然后C的这些 C的里面还有一个参数叫什么 有个叫刚R的 我们有提到 这个刚R呢和Grip的那个什么 刚E和刚P是一样的 刚大P啊 和刚大E是一样的 就是用来写正则的 它配合正则来做什么 替换也好啊 好像数据插入也好啊 也是就是配合正则 才能发挥更强大的作用 好吧 那所以说我们学完正则之后 再说这个刚R啊 再说刚R 行 关于这个C的啊 我就说这么多 我停一下视频